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來講一下 加冰人王國9月17號的更新預告內容 我們這邊直接來看重點 重點來了 加冰人王國和索尼克聯名合作正式開刨 9月17號的時候 活動時間是到10月16號 所以活動的話總共是維期一個月 我們直接來看重點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合作的活動關卡 索尼克的B3開放 在B3中獲得活動的資源金環之後 可用於索尼克和塔爾斯的幸運道具箱的活動中 進入相關的B3會消耗能量加速鞋 每隔一段時間會自動補充能量加速鞋 這個能量加速鞋有點像是活動入場券 沒意外應該也可以用課金補充 大部分的遊戲都這樣 然後再使用索尼克餅乾還有塔爾斯餅乾組隊並完成關卡 即可獲得額外的金環 所以這兩隻餅乾應該是可以白嫖獲得的 就是各位玩家應該都可以拿到這個東西 但不見得可以拿到高星數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東西它是需要兩個活動的餅乾組隊並完成關卡 即可獲得額外的金環嘛 所以這兩個餅乾理論上是都可以拿到的 接著我們來講一下索尼克餅乾 索尼克餅乾它是七七型的餅乾 然後可以使用索尼克全衝 技能說明是飛快敵將身體捲成一團向敵人衝刺 連續彈跳造成傷害 並增加我方所有餅乾的攻擊速度 攻速隊新成員嗎 然後再來索尼克的餅乾為特殊等級 無法透過一般扭蛋獲得 僅可以在索尼克聯名活動中獲得 接著是塔爾斯餅乾 塔爾斯餅乾是使用塔爾斯懸衝的七七星餅乾 所以兩隻都是七七星餅乾 這個粉末的需求比我想像中的還多 技能的話是把身體捲成一團衝向敵人 連續彈跳造成傷害並返回 並可以增加我方所有餅乾的防禦力 索尼克的話是攻擊速度 塔爾斯的話是增加防禦力 兩個七七這個效果都不錯 我比較期待的是這兩隻餅乾 選成一團如果是無敵形態的話 打龍的效果是怎麼樣 然後一樣塔爾斯餅乾是為特殊的等級 無法透過一般扭蛋獲得 一樣只能夠在索尼克的聯名活動中獲得 所以整個活動的話期間是一個月 我們只能在這個一個月的活動期間可以獲得相關的餅乾喔 最後是超級稀有的瘤兔餅乾 它是可以使用巨大麻吉兔的防禦型餅乾 技能的話是變成麻吉兔之後 可以對所有敵人戰神傷害然後產生標記 剛用麻吉記號的敵人將無法呈現戰鬥的狀態 然後麻吉會飛向我方並恢復我方全體的體力 相關這些後續的東西等到時候實裝再來看吧 簡單來講它就是一隻防禦型的坦克餅乾 然後你在攻擊標記敵人的時候也可以恢復我方的生命值 如果它的技能還算不錯的話那就對我方是有幫助的 不然現在這個版本的瞬間傷害的AOE太高了 不見得它這樣子補血是有用的 不過等到時候實裝吧 目前我最期待的還是我們的索尼克餅乾跟塔爾斯餅乾啦 還有我們相關的這個活動就是這個索尼克的B3 簡單的那個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收看 到時候9月17號改版完了之後也會來開直播喔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